抢搭白色情人节商机 便利超商业者推出了多款限量精品包预购 下定之后 宅配道府引发了网友讨论 直呼便利商店真的是越来越狂 下次会不会卖房 卖车 卖飞机呢 不过实际的比价看看 部分商品比专柜原价还要贵 因为民众表示买这样高单价的商品 还是会倾向到专柜去买 那总共是16万5千元 你没听错 在超商结账 一口气就买了16多万元 但到底是什么商品价格这么高 原来现在在超商也可以买精品包 有便利超商业者抢搭白色情人节商机 推出多款限量精品包预购 下定后直接宅配道府 民众买单吗 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去柜商 柜姐去做一个介绍 我说看一下食品 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买 还是会希望到实体店面去 比较享有专人的服务 如果立法犯会开心 那可能就会 价格都不顺服 有民众很阿萨利 说价格不是问题 实际和专柜售价比比看 像是香奈儿热门的流浪包 便利商店预购价要多花8万多块 另一款经典拉链长夹 买下来已比专柜贵了1万3千元 但活动一出引来热烈回响 有民众笑说会员点数可以折底吗 还有人惊呼之前超商卖精条 现在连精品包都不放过 便利商店越来越狂 下次会不会卖房卖车卖飞机 其实是可以为他们的线上购物的部分加分 但是长期下来的话 就是要慢慢还是要去调整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商品才是真正适合 高单价商品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提高它的营收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什么的东西都适合在网络上卖 便利商店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这回搭上情人节商机 预购精品包 但最后结果怎么样 还得看市场反应 人真的会见钱眼开吗 来看到这真的是西津出奇招 店面骑楼高低不平 有民众经过常常跌倒受伤 为了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台中市进化北路有店家 就出了这个奇招 在台阶上放了四张百元假钞 乍看之下真的非常像真钞 那么效果非常的良好 因为路过的人大概都会眼睛一亮 停下来稍微看一下 就比较不会摔倒 地上有钱四张红色的百元钞 不少民众经过 都会被这白花花的新台币给吸引 不过仔细看这百元钞上 还写着大大的小新两个字 下面还有学习纸钞便条 原来是假钞 只是怎么会在地上粘上假钞呢 就有跌倒 好像是有一个太严重 就是大家看见钱眼开 就会看到 长辈会在那边看很久 他就知道会有落差 原来这七楼有落差 隔壁又是银行 平常出入的人相当多 曾经有老人家 淋了钱出来没注意 跌个四角朝天受伤送医 店家因此想出奇招 果然效果很好 还真的没再发生过摔倒事件了 他小孩姐在那边摸了一下 觉得看到钱 大家就是会低头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觉得没有充裔的 但这个会引起人要注意 不过还不如就是直接把 不过台湾的七楼就这样 现在很多LED灯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有没有贴紫插 民众看法不一 照片被拍下PO上网 网友讨论热烈 有人觉得放四个小朋友 瞳孔会放更大 还有人说用紫色的 也就是2000元钞票会更小心 再怎么低头滑手机 眼睛瞄到钱 还是会停下来吧 还有人开玩笑 这样如果还跌倒 不知道是要说清心寡欲 还是没救了 这视频的龙胜券台中报道 你有看过这样的标志吗 有网友在脸书PO出照片 照片里是禁止标志 竟然写着当心养笑 上面画着人物捧腹大笑 小鸟飞过空头礼物 不少的网友看了 直呼幽默感十足 而这个禁止标志 其实就在高雄美术馆 这边写当心养笑 那边写严禁鼻塞 还有这里提醒禁止野放 这些标志你看懂了吗 不懂 对啊 不懂 不知道啊 看不懂没关系 一起看图来解答 彭富大笑配上小鸟飞过空头礼物 提醒你当心养笑 吃到不该吃的 严禁鼻塞因为鼻子塞住了 怎么享受花草芳香 另外逛园区记得顾好孩子 别一不小心随手野放 蛮有趣的啊 蛮幽默的我觉得 嗯 就很有趣 很有梗啊 觉得蛮特别 就想再多看一眼 觉得说 哦 这什么 原来高雄美术馆内围皮文化园区 以枯索标志提醒游客 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标志 还有像是园区鸭子 只能看不能吃 严禁烤鸭 鸭霸出没 沼泽湿地也别当温泉 严禁泡汤 想要方便 请找厕所 静止灌溉 遛狗记得清理 别忘时经 我们用有趣的方式 去跟大家讲不可以的行为 美术馆是一个开心的行为 所以就是 让大家笑一笑 有这样的枯索标志 这些创意标志 不止民众觉得有趣 就连网友看了都只呼幽默 让人会心一笑之余 看过难忘 谨记 园区规定 记者梁家伟消致远 高雄才能报道 世界棒球经典赛 将于3月8日正式点燃战火 和中华队同属A组的荷兰 意大利还有巴拿马队 陆陆续续飞抵台湾 不少的球迷前一晚就守在金场 要一堵球星风采 而台中洲际棒球场 则是全面升级 下午提前开箱 球员重训室还有休息室 也抢先曝光 带您先赌为快 球星部出机场大厅 热情球迷风有而上 小心小心 麻烦不要急 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 和中华队同属A组的 荷兰意大利和巴拿马队 3号清晨陆续抵台 大批球迷守候 还有人前一晚干脆睡机场 带着球棒球员卡和公仔 热情迎接 接皮亚萨的鸡 自我小时候都想 自先在这边住 对最楼下的椅子 而台中的洲际棒球场 也准备好了 历经半年筹备 球场全面升级 包括草皮养护 新增场边安全隐形护网 投手球及本壘板重建 喷罐系统更新等 媲美大联盟等级 另外球员重训室和休息室 也抢先曝光 不只要兼顾设备 还要兼顾选手的位 不能用奶油出现 但是有些球团也有提出说 他们需要浓汤 我们就在最后的两个礼拜里面 去研发了 就是没有使用奶油的浓汤 每天连续12小时 全力客制化 满足选手吃的这件事 还传出意大利队 非意大利肉酱面不可 而VIP包厂里 吃的则是跟选手同步 本届赛事 A组预赛8号 即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 台湾首站将迎战巴拉马 球迷也买好票 准备进场支持 记者 中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